在当今的空中战场 不管是多么先进的战斗机 如果被导弹锁定的话 想要完全躲开也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想要躲开导弹的袭击 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超过导弹的飞行速度 甩开导弹的跟踪 今天就给各位老铁聊一聊 四款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的超音速实验机 TOP4 英国Skyland云霄塔空天飞机 云霄塔最大飞行速度超过了5马赫 是英国反应引擎公司设计的 一种无人驾驶太空飞机 主要用途是发射卫星 外形与普通飞机类似 机身长82米 造价约90亿美元 云霄塔放弃采用传统的外置发动机 而是采用了两台名为配刀的 喷气火箭混合发动机 这款混合发动机 通过燃烧氢气和氧气产生推进力 工作原理就像是喷气机 从大气中吸入氧气助燃 直至云霄塔达到26公里的高度 和5马赫的速度抵近地球大气层边缘 之后切换火箭动力 抵达地球轨道 消耗随机携带的氢气和氧气 来完成余下的旅程 直到进入最后轨道 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同一火箭舱内 所以云霄塔具备普通喷气式飞机 起飞和着陆的能力 目前云霄塔的研发计划 还处在早期阶段 不过在飞行成本上却与美国航天局的航天飞机 与欧洲航天局的阿里亚纳5号火箭相比 具有一定的优势 云霄塔每次飞行的成本约为945万美元 而美国和欧洲的航天飞机发射时 却需要使用成本约为1.4亿美元的一次性火箭 才能将航天器送入轨道 并且云霄塔还能够被反复使用 大大降低了成本 不仅如此 云霄塔内部的配刀混合发动机 还通过吸收大气氧气 减少云霄塔升空时携带的液态氧 减少了它整体的负担 同时也提高了云霄塔的有效负载能力 未来云霄塔将会作为替换美国宇航局航天飞机 可以携带12吨货物和宇航员抵达国际空间站 英国国防部预计云霄塔太空飞机全球销量将会达到70架 Top3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SR-72临界英无人侦察机 SR-72临界英最大飞行速度是超过了6马赫 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研发的一种无人超高音速战略侦察机 主要用于接替已经退役的SR-71黑鸟侦察机 美国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SR-72临界英侦察机的研制计划 这款战机将在SR-71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展开 SR-72的验证机大小与F-22相当 机长约18.3米采用单发全尺寸发动机 具备SR-71黑鸟相同的航程 但是飞行速度是其两倍 最快速度将达到6马赫比一般的导弹还要快 具备在一小时内侦察全球的能力 据说洛马公司在研制这款新型无人侦察机的过程中 美军曾加入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让侦察机具备打击能力 因此就需要专门开发具备6马赫飞行速度投弹的 成像侦察设备和武器舱 因为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时 气动摩擦加热会让飞机表面温度升至2000度 所以任何连接部都必须密封 一旦高超音速下出现空气泄露 涌进的热量将会导致飞机解体 这也成为了SR-72临界鹰研制进展缓慢的原因 SR-72临界鹰这款新型无人机展露头角之后 很多国家都表示非常担心 甚至有人认为一旦SR-72正式服役 世界各国将没有秘密可言 更过分的是 这款侦察机还能执行打击任务 在它的速度优势下 各国现役防空系统基本无招架之力 很多重要的军事建筑都会受到威胁 TOP2 美国X-15高超音速飞机 X-15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是7274公里 6.85马赫 是北美航空研制开发的一款火箭动力飞机 也是美国海军X系列实验机中最为重要的一架 整体机长度为15.45米 翼展为6.8米 高度4.12米 空重6.62吨 最大起飞重量15.42吨 采用一台XLR99RMR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结构相对简单 活动部件很少 而且能够在飞行中重新启动 最大可以爆发323千牛的推力 最快爬升速度为每分钟18000米 也就是说 平均一秒就可以爬升300米 由于采用的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燃料消耗量非常巨大 所以X-15飞行时 必须由一架B-52载机带入空中 但即便如此 从在机上释放后的X-15 自身携带的燃料 只能飞行80到120秒 因此余下来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 只能依靠无动力滑翔来飞行 降落时 X-15机身前部下方安装有常规机轮 机身后部则为两个着陆滑锹 X-15于1959年9月17号首飞 在上世纪60年代近10年的时间里 X-15先后创造了6.85马赫的速度和108公里升限的世界纪录 它的实验飞行几乎涉及了高超音速研究的所有领域 并为美国后来的水星双子星阿波罗友人太空飞行计划 和航天飞机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验数据 整个X-15实验飞行过程中 研究人员根据其飞行数据 共计撰写了765份有价值的研究报告 Top1 美国X-43A高超音速飞机 X-43A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 11200公里 9.8马赫 是美国国家航天局旗下 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所开发的 极音速飞行实验机 整体形状类似于一个冲浪板 整体机身长度大约是3.6米 使用独特的飞马座 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作为动力 这种动力系统属于一种内燃机的一种 与传统高速飞行时所需使用的火箭引擎不同 是从大气中吸入空气燃烧 由于超音速冲压发动机在运作时 燃烧式的进气流速必须超过音速 虽然工程师可以透过进气道造型设计等方式 提升气流速度 但是一般来说 除非飞行器本身已经处于超音速飞行状态 否则很难启动机上的超音速冲压发动机 为了满足这前提 X-43A必须先挂载在一架NB-52B母机翼下 飞至高空后 点燃连接在X-43A上的飞马座火箭 将X-43A推进到超音速的状态后 再点燃自身的超音速冲压发动机 进行极音速飞行 美国的Harper-X极超音速飞行计划 总共进行了三次试飞 X-43A曾在2004年11月16号最后一次试飞中 由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的NB-52B母机 携带着飞马座火箭 与X-43A升空后 在12.19公里的高空中点燃火箭 将X-43A推到足以启动的高度和速度状态 X-43A最后在短暂的冲刺之后 飞到离地表超过35公里远的高空 做出了接近9.8马赫的超高速飞行 在X-43A之前 大气层内的最高飞行速度记录 是由1967年时 威廉·G·奈特驾驶的X-15实验机 所创下的6.85马赫 虽然X-43A超过了这个记录 但是它却是一架无人机 在X-43家族中 除了最早研发的X-43A外 还有X-43B、C、D型等几种衍生版本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各位老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